牛仔打豆从酒吧到外头 这帅气骑马奔腾 这一幕幕场景 不是在美国狂野西部 而是有欧洲好莱坞之称 西班牙南部阿尔梅利亚 塔贝纳斯沙漠地带的电影片场 来到此地仿佛置身 在美国德州或亚利桑那州 这里独特的地形和景观 吸引不少导演到此取景 也是很多人的回忆 经典影片如荒野大标客 黄昏三标客 奥斯卡得奖片 阿拉伯的劳伦斯都是在此拍摄 很多导演看上这里的天然景观 精心地不仅拍片自在外 曾在这演出多部电影的 意大利演员说 这里阳光充沛沙漠的光线 很吸引人 拍片成本 也比美国低很多 但随着西部片示威这些渐渐沉的回忆 片场后来改为影城开放 游客参观 有各种精彩表演 为了保存西部牛仔文化 自2001年起 每年十月还会办西部片电影节 没想到推广西部片 不被人们遗忘的会是在西班牙 华新闻最后报道 哈喽 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